大家好,我是老王,今天再来聊未解悬案秘辛 是谁包了斧头帮帮主的皮 建国前,尤其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之间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众多大案 很多无从可考,成了悬案 京城秘文近期推出天下悬案解读系列头条首发 关注头条号,第一时间看更新 民国时期斧头帮在上海滩杀出了一片天地 明镇一时,当时的斧头帮帮主王亚乔 是蒋介石的文风丧胆的民国第一杀手 他筹划刺杀蒋介石失败后 蒋派戴笠暗杀王亚乔 王亚乔阻止多谋 康里勇猛,唯一的弱点是浩女色 戴笠深知强功难以得手 于是决定采用色优的手段来杀他 色字头上一把刀 王亚乔中了美人计 被残杀,并被人剥了皮 王亚乔和斧头帮 刺杀失败,远顿香港 故事要从1933年说起 王亚乔筹划刺杀蒋介石 宋子文事件失败后 被戴笠追杀 不得以化装成传宫逃到香港 脱险后 王亚乔与李继生等各方反蒋人士会面 发誓要和蒋介石周旋到底 多次的失败之后 王亚乔接受了亲信华克制的建议 设法去延安 投奔共产党 李继生得知消息后 当即表示知识 并亲笔给顾骄周恩来写了一封剑函 王亚乔两次脱险 轰动了上海 蒋介石下达了活要见人 死要见识的严历 戴笠曾是王亚乔的弟子 他最了解王亚乔的性格 正面硬碰硬 没人是他的对手 只能攻他的软肋 恰在这时 拍到德国受训的军统特务回到了国内 戴笠很快选中了陈志平这个英俊小生 派他到香港调查王亚乔 情妇暴露行踪 陈志平到达香港后 很快通过表妹张葛 结识了王亚乔的情妇金石新 并从金石新的口中 得知王亚乔正准备去延安的消息 金石新跟王亚乔关系密切 他19岁时便是上海爱寻女子学校的交集化 有一次因为私自外出跳舞 违反了校规被女校开除 为谋生怒 他惊人介绍找到了当时的斧头党舵主王亚乔 金石新的遭遇令王亚乔十分同情 加上他那笑话的苗条身材 楚楚动人的大眼睛 让王亚乔无法推死 正值青春年华的金石新 青春美丽充满活力 王亚乔很喜欢 当时 王亚乔也正血气方刚 精力旺盛 刚巧妻子又不在身边 他很快便和金石新走到了一起 二人翻云覆雨 如交四季 后来妻子王亚乔来到上海 见王亚乔与金石新已难舍难分 便豁达地接受这个现实 与金石新姐妹相称 有了陈志平张格金石新这条线 等于在王亚乔身边安放了一个眼线 随后 陈志平又根据金石新提供的线索 找到一个叫于婉军的女人 于婉军是王亚乔手下于立奎的小妾 于立奎被国民党杀害后 于婉军自己过得很艰难 陈志平利用于婉军身边缺少男人和贪财心理 很快就和他鬼混到了一起 戴笠还送了十万大人 作为利用于婉军诱杀王亚乔的奖赏 亲戚女色陷入困境 1936年8月 王亚乔收到于婉军的来信 信中说他母子俩走投无路想来投靠他 王亚乔给自己的亲信赵世发看了 赵世发坚决反对 但王亚乔向来中意气 有些迟疑 1936年9月 于婉军找到了他们 赵世发吃了一惊 虽然他心里没什么破绽 但他的表情不像是真的伤心 于是想打发他走 于婉军一听大哭起来 于婉军正哭着 王亚乔恰好过来 见他处处动人 颇有姿色 当即收留了他 于婉军回到旅店 陈志平让他要多去王亚乔那边走动 争取在王卢赤代理手下 特务他们赶来之前摸清顶系 于婉军按陈志平的吩咐 每天都去王亚乔的住处投怀送报 性格使然王亚乔也心仁金兽 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女人赶来凑着呢 这女人就是18岁的上海少女陈晓云 王亚乔一生拥有女人无数 可以说早就跃进人间春色 王亚英 金石新 陈亦英自然是千娇百妹的美人儿 而刚来的陈晓云非但是大家闺秀高中生 而且是美嫩不可方物的处子之身 王亚乔当时已经47岁 这样的年轻女孩为何非要做她的小妾呢 原来陈晓云家庭徒遭恨火 青帮一堂主强占其母 王亚乔听说这件事后怒不可恶 拔刀相助 力杀该堂主就出其母 情斗初开的18岁少女陈晓云将王亚乔看作了天下第一英雄好汉 立一家人就要嫁王亚乔这等男人 于是主动投怀送报 王亚乔哪能抵挡得住 于是身边又多了一个女人 这也极大刺激了王亚乔的自信心 防备心理自然也就大不如前了 1936年10月中旬 戴笠派来的特务到达 于婉军跟特务慢慢透露了王亚乔的活动场所 住址及生活习惯 10月19日早晨 王亚乔替于婉军找好了一幢两层小楼 20日一早派人接他来住 中午在新房里 于婉军无限柔情与他缠绵 不过恰巧当天中午李济深的哥哥设言 王亚乔不得不离开 于婉军只好作罢并约定晚上再来 王亚乔走后 于婉军立刻把消息透露给了陈志平 毫无防备 命丧小楼 10月20日傍晚 王鲁士 陈志平等20多名杀手在于婉军所住的小楼附近潜伏下来 当晚8点多钟 王亚乔向李任人告辞 只看所有亲信后 向于婉军的小楼走去 90日 王亚乔来到小楼门前 环顾院子 见四周咬无人尽 就向楼上走去 习惯性地推门而入 刚进入房间 王亚乔立即感觉到周围一阵异动 情之不妙 刚想抽身退步 已经晚了 陈志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 接着埋伏在房内房外的王鲁士 古玉村 李修凯等数十名特务 在几束手电筒强光的照射下 砰砰砰乱枪击发 代理亲自挑选的这批特务 也都是训练有素 武艺高强的凶悍之徒 面对王亚乔的凶悍 特务们很快就镇定下来 刀枪并涌 顿时 屋内地板上鲜血淋漓 王亚乔虽是功夫非凡 无奈寡不敌众 几分钟后 终被打倒在地 身中五枪三刀 这时有人叫喊 太黑了 快开灯 灯光响 王亚乔已弃绝身亡 特务们验尸后就要离去 王鲁士却说 慢住 出发前 老板特意吩咐 蒋委员长与他结仇十四年 我们追杀了六年 这中间的厚大花费 够他一百条命 不能让他有一句好诗 王鲁士说说完 抽出随身匕首 一刀一刀残忍地 把王亚乔的整个面皮 刮了下来 一代萧雄就这么 被一个特务包了皮 实在让人感慨 火头帮帮主王亚乔 王亚乔已暗杀杨明 最后仍死于暗杀 应验了那句 玩枪的死在枪下 玩刀的死在刀下的俗语 之后 于亚农 张献严 风尘仆仆 从延安赶回 带来了同意接纳 王亚乔去延安的消息 然而 王亚乔已魂归天国 可能这就是命吧 对于王亚乔 毛主席有过重本的评价 杀敌无罪 抗日有风 小事献减点 大事不糊涂 这算是对斧头刚 帮助王亚乔的概观定论 王亚乔一生致功 是个 留给后人评价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跟我们分享 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